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3年10月23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来继续讨论一下巴以冲突 首先呢,说一下这个直接的冲突方啊,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情况啊 那么以色列呢,这段时间以来,因为他们的手段呢,极其的残忍啊 引起来了全社会,就是全世界啊,国际社会的抨击啊 这其中呢,其实呢,就包括一直以来,一向的就站在以色列背后支持以色列的一方 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啊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以色列挺强硬的 美国的话呢,基本上也是不听的,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拜登啊,亲自到了以色列 我前两天跟大家说了,为什么拜登亲自到以色列呢 根据这个BBC的专家的分析就是说啊 以往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元首他要出面的时候呢 都是下面谈的差不多了,他才去 但是呢,拜登访问以色列呢,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呢,国务卿布林肯,还有国防部长奥斯汀啊 到以色列去跟他协调 给以色列一些建议 美国一贯的在国际上呢,包括欧洲对吧 他从来都是一指气使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 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呢 还真是建议啊 这个建议都不必采纳 那么不得已啊,这个拜登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呢 他就硬着头皮去了 但是拜登具有权威性呢 他自己以为他具有权威性,对吧 他去了以后呢,就要求这个以色列啊 同意开通这个拉法口案 那么拜登呢,还以给他更多的援助为条件 对吧 就是说明呢,以色列是不听的啊 才给他好处换来了 这个人道主义口案的开放啊 那么所有的人都以为说呢 20号肯定会开放 但是20号开放了吗 并没有 一天都没有开放 啊,这说明什么呀 这说明这以色列根本就不怕美国放在眼里啊 你的国务卿的话我肯定是不听的 你国防部长的话我肯定是不听的 你拜登的话来了以后呢 我就提条件 逼着美国答应条件 那美国答应条件了以后呢 拜登还回去以后 给现在呢,群龙无首的国会 还施加压力啊 说呢,要抓紧时间来审议 给以色列的这个军事援助 加强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对不对 那么拜登都有了行动的 但是呢,以色列是怎么样呢 人道主义通道仍然是没有开启啊 20号一天没有开启啊 那么昨天22号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报道啊 21号的时候终于说以色列迫于压力同意了 但是呢提了两个条件 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些人道主义援助的物资不能到这个哈马斯的手里面 但是呢,你想想哈马斯是当地政府呀 是不是,所有的对加沙地区的所有的民众啊 这种行政的管理啊 都是哈马斯呀 你说你这救援物资不能到哈马斯的手里 如何对那些民众进行管理呢 如何对这些救援物资进行管理呢 分配啊,渠道啊,统计啊,各个方面 如何来进行管理,对不对 这是好比说呢,比如说俄乌冲突 那么国际社会也给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的援助 包括中国啊,都给乌克兰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对不对 那如果说俄罗斯就不允许啊 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说提出来一个条件 这些人道主义物资呢 不得到乌克兰政府的手里面 那么这个人道主义援助如何来进行呢 对不对 如果说俄罗斯提出来这个的话 国际社会会怎么样呢 但是呢,以色列现在就提出来这个啊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人道主义物资不能到汉马斯的手里面啊 这个无理要求,这是其一 那么第二条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人道主义救援的物资啊 不能够全部进入加沙地区 必须得一批一批的 那么21号的时候呢 就第一批进入啊 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啊 在埃及一方那救援物资的大卡车排起了长龙 两条长龙啊排出去很远很远啊 那么救援物资都已经到位了进不去啊 他第一批呢只允许20辆卡车 20辆卡车啊听起来挺多的 但是你要知道整个加沙地区呢 他有200多万人口啊 现在呢,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轰炸是全方位的呀 从北到南 他让这些人从北方撤离到南方 可是他也没有停止对南方的这个轰炸呀 对不对 那么据说呢就是拜登来了以后呢 搞定了以色列说是同意了 但是呢这个卡车仍然是不能畅通的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以色列他把这个口岸里面 加沙地区的那个地方 那些道路他给炸了 那道路呢得抓紧整修 整修完了以后卡车才能进去 但是结果呢 我看到整修完了以后仍然是进不去 那就是以色列就不同意啊 到最后呢不得已同意说20辆进去 那我看到呢这20辆啊 说是只有食物 只有这些个人用品啊 能源仍然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他们要发电呀什么的这些 仍然是不行的 要做饭呢估计也够这样啊 那你只能是捡点柴火什么的来做饭 有可能啊 或者说呢现在就根本就没有粮食来做饭 只能零点干粮了 可能是对不对 他就是允许的第一批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刚才我看到最新的报告呢 说是有第二批进入了 第二批呢只有14辆卡车啊 现在我还不知道这14辆卡车都是拉的什么东西 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呢在参加完中国的一带一路以后呢 马上也奔赴了现场啊在现场进行勘查 就发现呢当地的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呢是非常紧急的 那么人们呢是缺电缺水 主要是这个缺水啊让人们很困难 我看到有这个中央电视台记者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呢 有的人说两天才领到了一小桶水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呢 那么以色列就在北部啊 加沙的这个边境上啊在那集结部队对吧 现在说是又集结了第二批的地面部队在那儿严阵一带 就准备说呢这个地面部队要发动这个地面攻击了啊 也就是说呢到里面打枪杖了 但是呢为什么说他迟迟没有进去呢 之前的时候说呢这可能是美国不同意啊 实际上呢不是啊 以色列国防部明确的发话了 说呢就是要为地面攻击做准备 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就是把他们那些个建筑物啊 尽量的给他摧毁 现在加沙地区中部地区啊 说是已经夷为平地了 那些个楼房都倒塌了 都给他炸毁了 那么以色列这样啊还不够啊 他炸毁了以后呢 还要把他们的地下这个设施要给他炸毁 因为呢加沙地带它有什么特点呢 一个是高楼林立 它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狭长的地带啊 地区很小 只有36平方公里吧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对吧 比北京的海淀区还要小 那么狭小的一个地方呢 那么居住了200多万人口 他那个楼房啊非常的密集 如果地面部队进去了以后呢 这个高楼林立啊 对于打枪战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以色列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那么对于巴勒斯坦呢就非常有利 那么以色列呢就尽量啊 把这些楼房全部都给他摧毁 第二呢就是摧毁楼房还不行 这个加沙地区呢 在地下的那些个地下通道呢 是特别多的 说他这个地下通道啊 它相当于多么大的一个地下通道呢 400公里长啊 但是呢概念上是这样的 它比英国的地铁下面的总线路呢 还要长啊 还要长是长一点了啊 你要是说长很多的话呢 那就再跟更长的比了啊 肯定不能跟北京比对吧 就是比英国的地铁呢 那个线路地下呢还要长 或者说就是差不多或者稍长一点啊 你就可知呢它地下有多少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以色列的地面部队贸然进入的话呢 就等于说打地道战啊 我们中国人呢对地道战这个概念呢 是比较熟悉的啊 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期呢 因为中国人民啊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一边的武装力量呢 对付特别先进的日本的军队呢 是不能硬碰硬的 那会儿呢中国人就发明了这个地道战 搞得日本人呢防不及防啊 非常的困难 那么那会儿日本人就往地道里面灌那个毒气 对吧 那么那会儿呢 因为中国呢 那个地道呢 它少就是在农村现挖的地道 但是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不一样啊 它已经这个地道呢挖了好几十年了 就是被这个以色列逼的呀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啊 就是这个以色列呢 这么多年以来啊 它在加沙地带的周围修起了高墙 然后在海边呢 也让巴勒斯坦的这些渔民呢 五公里以内你可以打鱼 如果你胆敢出这圈的话呢 那么我就可以炸你的渔船啊 这个以色列就可活了 对不对 那么唯一的以色列不能控制的呢 就是埃及和加沙地带呢 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边境 那个它是控制不了的啊 那么这个巴勒斯坦呢 他们这些武器呢 都从哪来的呀 很显然呢 是通过地下了 就是暗渡陈仓了 对不对 那暗渡陈仓呢 应该就来自于这个埃及 陆地就来自于埃及 那水上呢 咱们也不知道哈 巴勒斯坦人民也有足够的智慧啊 那水上据说呢 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啊 所以呢 它才有这些东西 它有这些火箭弹 有这么多的火箭弹 它现在呢 还有无人机对吧 那么这无人机呢 大概率是来自于这个土耳其啊 土耳其的无人机 还是挺厉害的 好再回来呢 就是说以色列地面部队 为什么还没有进入呢 一是要把他们这些个 楼房不利于巷战的 这个高楼林立给它毁掉 第二呢 就尽量把这个地下道的 这个系统呢 给它毁掉 然后地面部队再进入 那么这是以色列方面了 那么巴勒斯坦这方面呢 现在啊 就向国际社会呼吁 第一呢 要求以色列停止这种啊 非对称 严重不对称的这种武力攻击 这种不人道的攻击 在联合国呢 也在开大会呢 讨论这个事情啊 那联合国又讨论了两个决议草案 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提出来的 那么进行投票的时候呢 美国 英国 法国和日本啊 这四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那么完了以后呢 巴西又提出来了一个啊 可能用词方面呢 就更加的缓和一些吧 英国 法国和日本呢 就不好意思再投这个反对票了 但是呢 美国仍然是投反对票的 这也是他们一个策略了啊 他们一看呢 如果你硬来的话啊 在国际上 你这声誉就完了 那英国 法国和日本 他也得想一想 我这个被国际社会啊 攻击为这种啊 支持这个以色列这么残忍 那我这名声怎么办呀 把我自己搞臭了 也不利呀 反正是呢 有一票反对就足够了啊 没有必要牺牲这么多盟友 所以说呢 就只有美国一票反对 他一票反对就否决呀 联合国这个武昌 哪怕有一个国家反对呢 那这个决议就不能通过啊 所以呢 他现在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那么巴勒斯坦呢 一方面就指着这个 国际社会来伸张正义啊 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不怕他 他就声称说呢 我也不怕你啊 我已经准备好了 跟你打相战 你的地面部队最好是进来 如果你进来的话 我就能消灭你 另外一方面呢 他还有这个火箭弹 还有无人机 对这个以色列呢 还是在继续进行 火箭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啊 但是他这个攻击效果呢 相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呢 就差了太远了去了 我早就跟大家说了啊 后来的这些死亡增加呢 就都是巴勒斯坦这边的死亡的人了 基本上没有这个以色列那边 因为他的军事力量实在是太不对称了 但是我前天的时候呢 我看到这个巴勒斯坦啊 就开始攻击以色列集结的那些个地面部队 他对那个地面部队发起了无人机的攻击 说是摧毁了他10%的坦克啊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你先就攻击他那个地面部队 那地面部队就摆在那儿 之前我还奇怪呢 那地面部队就摆在那儿 那坦克摆成一片啊 那你对他进行这个火箭弹的攻击 那这个不是会很有效吗 我很奇怪为什么不打呢 那么前天的时候 我看巴勒斯坦呢 对他们发动了攻击以后 说10%的坦克被摧毁 那要这样的话 很快就给他摧毁大半呀 但是后来我没看到啊 这个东西呢 我也不是居民啊 我不太清楚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不对他们那么一大片的坦克啊 集结在那里头 对他进行攻击不是更有效吗 集中起来挨打不是更有效吗 可能是他的防御系统 估计是还是应该是打不着吧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现象呢 就是美国的那些个军事基地呢 受到了攻击 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 受到了攻击 有无人机 有炮弹 有火箭弹 然后呢 他在叙利亚的那个军事基地呢 也受到了攻击啊 这个呢 我就觉得说美国真的是挺不要脸的 那么叙利亚呢 很显然是不让你美国在那了 那伊拉克也早就N年前了 对不对 在那个疫情之前 伊拉克呢 就让这个美国你的军队赶紧撤走 当然都不撤 直到现在仍然是还在那 对不对 当然他在那是有用了 对不对 偷了叙利亚的那个油以后呢 啊 快马这边呢 就运到那伊拉克 他那个军事基地 反正呢 他是赖着不走 是有他的目的的 他这两处军事基地受到了攻击 同时他新开到地中海 东岸的那两艘航母战斗群 还有另外的两艘军舰啊 那么他这些地方的军队呢 也受到来自以也门的胡塞武装的导弹攻击 美国说呢 他们拦截了来自于胡塞武装的那些个攻击 那美国我看现在哈 他们就是在表态 我今天看到那个国防部长奥斯汀啊 他就表态啊 他说我们现在呢 要做的就是三件事啊 第一件事呢 保障我们美国的军事力量啊 能够到位 让他在哪儿驻扎呢 他就能在哪儿驻扎啊 这是第一 他就在那儿啊 不能离开呢 他们想要部署的这个地点 第二个呢 就是让他这些军队部署在那些地点呢 免于遭受到攻击 就是说呢 会得到保护 这是第二 第三条呢 就是我们这些军队呢 严阵一旦 我们有能力进行反击 他在接受ABC的采访的时候呢 就说了这三点啊 这个说明什么呀 这个真的就说明美国呢 再一次证明了 他就是一个纸老虎 他就是一个纸老虎 你看 他就受到攻击了 他都没有反击啊 他都没有敢反击啊 为什么他不敢反击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啊 这一次的霸易冲突和以前就不一样了 因为呢 这段时间以来 中国呢 就在这个中东地区啊 来协调中东这些个国家啊 他们之间要团结 现在呢 他们已经是开始团结了 你看啊 他们这个阿拉伯同盟啊 还有穆斯林这个联盟啊 这个时间呢 他们经常就开会啊 来应对霸易冲突 他们现在是非常强硬的 包括这个邻国埃及 以色列呢 其实就想把这些人啊 给他们赶到埃及去 把这些人赶走 然后加沙就归我了 知道吗 那么埃及呢 现在表态说呢 这些人 我们坚决不能让他到埃及 我们坚决支持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 现在国际上的声音呢 就是要求践行联合国的决议 这是联合国的决议啊 而且呢 联合国当初来制定这个决议的时候 就是两国方案啊 这个决议的时候 当时可是美国主导的呀 当时中国在联合国是没有发言权的 中国还没有进入联合国呢 对不对 那会联合国是没有中国的 有中国啊 不是共产党代表的 对吧 这个我就不用我讲了 总之两国方案啊 可是美国主导的 美国呢 就看形势啊 现在是这么一个形势了啊 他说不实行就不实行 就支持这个以色列不实行 现在呢 他每次都投这个反对票 但是呢 现在国际社会呢 就认为 冤有头战有主啊 这个冲突啊 他到底深层次是什么原因 对不对 深层次的原因呢 就是你以色列啊 就跟王毅说的 王毅就说 你以色列 现在你生存问题 你都解决了 而且你发达了 对不对 可是人家巴勒斯坦呢 谁为巴勒斯坦说话呀 以前的时候就没有人 为巴勒斯坦说话 现在就有人为巴勒斯坦说话了 你就不能这么随便的欺负巴勒斯坦 而你想灭了巴勒斯坦 你就灭了巴勒斯坦啊 那么前两天我还说了 我给大家读那BBC的那个专家分析啊 BBC的专家分析 我们就听他那口风啊 就有点公正了 是不是 有点公正了 可能呢 也是因为这个啊 现在他们这些个犹太人啊 以色列啊 现在呢 对英国对BBC非常不满 就是认为呢 英国还有BBC呢 没有完全坐在以色列的一边 而且呢 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说了哈 就国际社会人 支持巴勒斯坦的这些个人们啊 在全世界集会游行示威此起彼伏 对不对 尤其是在美国 在法国 在英国啊 有很多的那个集会啊 那么这三个国家呢 现在就对集会的这些人呢 警察进行抓捕 他们等于说呢 还是偏向于这个以色列啊 对这些支持巴勒斯坦 反对以色列呢 就进行抓捕 那么我看到这个澳大利亚呀 也有好多人这个集会 但是呢 我还没有看到澳大利亚抓人 反正也会了 澳大利亚它肯定也得跟美国保持一致呀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头啊 在亚洲啊 有一个国家呢 它也站出来 不是日本啊 就是印度啊 它也站出来支持这个以色列啊 有的网友有没有在纳闷 为什么印度这么出来 旗帜签明的支持以色列 有没有纳闷 如果你纳闷的话呢 这个问题啊 不难理解啊 因为呢 印度的国内啊 也有穆斯林 印度一贯的是压制这个穆斯林的 所以呢 它那表态啊 支持那个以色列啊 一个是呢 它历来就是压制穆斯林 另外一个呢 就是它表态在他以后呢 等于说呢 现在亮明一个态度 让它国内的那些穆斯林呢 就不敢起来明确的来谴责以色列 支持巴勒斯坦 印度是这样的啊 那么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哈佛大学啊 就有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啊 就把犹太人 贴的那些标语什么的 都给他们撕了啊 然后和那些犹太的学生呢 就发生了冲突啊 当时还有他们犹太的资本呢 就要求哈佛大学的官方 把那些呢 和犹太学生发生冲突的 那些学生名单交出来 对不对 这个问题呢 到现在仍然是存在的啊 一个是哈佛大学 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啊 还有一个宾夕法尼亚大学啊 好多大学反正是啊 好多大学现在呢 大学里面都是谴责 以色列的呀 现在犹太人呢 他们的这个资本啊 长期以来其实 他们给美国的大学啊 捐了不少钱 这个确实是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看到有报道 说犹太人的资本呢 他们这些个大学的君主啊 现在就威胁他们啊 要停止啊 对这些大学的这个资金支持了啊 现在就是全世界的这两派呢 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今天呢 我还看到美国的底特律啊 有一个犹太教的理事会主席啊 犹太教在美国的应该是最大的领导人 他在家里面被暗杀了 在家里面被暗杀了 那么我看到美国的警方就说啊 说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证据指向说 这是反犹太人的 种族仇恨行为 说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啊 我们想想 我们就用假压子的想一想啊 这就应该是这个种族仇恨了 对吧 这应该就是反对犹太人的 这难道还是谋财害命吗 难道是劫财吗 难道是劫财吗 对不对 肯定不是呀 这就是现在啊 全世界啊 现在非常的分裂啊 这都不一定是穆斯林干的 美国的那个FBI啊 在警察大会上呢 就是宣誓说 说穆斯里那一定会到美国来搞恐怖主义袭击啊 可是对犹太人的这种仇恨啊 在美国其实是一直有的 这种仇恨以前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穆斯林 就是他们白人自己 对吧 那你二战的时候 对不对 你德国人就是来灭绝犹太人 这可不是穆斯林啊 就是他们白人之间的 对不对 所以迪特律的这个犹太教李世辉主席 在家里面被杀的这件事情啊 他也不见得是穆斯林干的 也有可能是白人干的 另外呢 就是大家知道吧 就是在这个八约冲突发生以后呢 那么中国的一个六艘舰艇的大型的海军舰队啊 就集结到了中东 这事我早就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那么这件事情啊 现在就让美国是文风丧胆啊 美国是非常忌惮的 他们的媒体呢 这事都不敢说 都不敢 要搁以前可能会进行大肆的炒作啊 真正的中国对他们形成威胁的时候呢 他反倒不说了 但是呢 关于这事啊 我今天看到了美国之音有了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就说呢 以哈战争紧落密鼓之际 六艘中国海军舰艇游异中东啊 你看那题目啊 我前面就跟你说了 对不对 我们说八约冲突 他们说以巴冲突 这都没有关系 对不对 你看这个美国之音啊 他都不说以巴冲突 他叫以哈冲突 他把哈马斯呢 从巴勒斯坦人民当中呢 给他分离出来 他挑拨这种 用这种方式呢 说哈马斯是恐怖主义 来堵巴勒斯坦人的嘴 以及呢 全世界的穆斯林的嘴 他这种舆论导向啊 他是得逞不了的 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媒体 或者是有人跟风 说把这个冲突呢 叫成以哈冲突啊 没有人 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呢 就是中国这个六艘军舰啊 他分别都是什么军舰呢 那么根据中国的说 以前呢 我就跟大家说过啊 这些军舰呢 他在中东出现呀 他是第44批护航舰队 对阿曼的访问 之前我是跟大家这么说的 对吧 那么根据美国之音的这个报道呢 他也引用了说香港的这个英文媒体 南华早报的报道啊 说是呢 这一批中国海军一共有六艘啊 这六艘啊 其中三艘是第44批这个护航编队 还有三艘呢 是第45批护航编队 他这三艘呢 就包括了052D导弹驱逐舰两艘啊 编队呢 各一艘 还有呢 就是导弹护舰的各一艘 还有呢 就是补给舰各一艘啊 说是这样的 说其中第44批啊 是一个 四伯号052D导弹驱逐舰 还有一个是 荆州号导弹护舰 还有一个千岛湖号综合补给舰 这三艘啊 说是属于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啊 这三艘呢 是在六个月以前啊 就部署在亚丁湾的 现在呢 已经是完成任务了 按说呢 应该进行交接 那么来接替他们的呢 就是第45批啊 45批呢 是由 古龙木齐号052D型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01号导弹护尾舰 以及东平湖号的综合布局舰组成的啊 这三艘舰艇呢 是属于解放军北部战区的 他们就来亚丁湾呢 来接替呢 第44批的特别护航编队的 那么他们在这儿呢 在接替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合了 正好赶上呢 中东的这个巴以冲突 对不对 那么他们会合了以后呢 就对阿曼呢 进行了访问 对阿曼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之音报道说 中国的这些海军啊 就对阿曼的这个海军基地啊 进行了这个参观访问 然后和阿曼的这个海军呢 进行这个会晤讨论 完了以后呢 说还和阿曼的海军呢 进行了一个联合军事演习啊 这是他们在阿曼 说是上礼拜四的时候吧 就已经完成了对阿曼的这个访问啊 去哪了呢 去了科威特 你看啊 他们是在这个亚丁湾 在那执行任务的啊 然后会合以后呢 哎 到了阿拉伯海这个地方 在阿曼湾啊 进行访问 完了以后呢 又穿过了霍尔木斯海峡 进入了波斯湾啊 对科威特又进行访问 也就是说呢 这六艘中国的这个军舰啊 按照这个美国之音的那个用语呢 就是在中东游异啊 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啊 他迟迟的不走 他对美国就是一个威慑 是不是啊 美国这事呢 他们就连说他都不敢说 对他就是一个威慑 这是一个最大的威慑 这个视频呢 又是一个新闻联播啊 有这么七八条新闻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 关于这个巴以冲突的最新消息啊 看到这个以色列呢 他的国防部长呢 接受了这个澳大利亚媒体的采访啊 这个采访当中呢 他表示说呀 说这个战火呢 可以停止 但是呢 有这么两个条件啊 第一呢 就是哈马斯无条件的停火 第二呢 就是哈马斯无条件的 释放2012个人质啊 说呢 这两个条件 如果是哈马斯不答应的话 或者是提出任何的条件的话 那么以色列的地面部队的进攻 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这些天以来呀 以色列呢 一直都在边境上呢 集结了那个地面部队 但是呢 迟迟没有进攻啊 我上一个视频呢 跟大家说了 为什么说没有进攻呢 以色列方面说呢 是需要先行的扫清障碍啊 那么他能不能扫清这个障碍 我觉得就是一个问题啊 不管他能还是不能 就说明呢 这两个障碍 是以色列啊 比较忌惮的 是他们呢 比较畏惧的 比较顾虑的 恐怕呢 正像哈马斯所说的 如果说你胆敢地面部队 进入到加沙地带的话呢 你可能就有来无回了 所以呢 他们是比较忌惮的 这一天以来呢 就一直啊 在那儿造势 但是呢 并没有进入这个加沙 我觉得他们提这两个条件啊 就好像是这个乌克兰提出的条件一样 这两个条件 他是不可能答应的呀 他说是你必须无条件 他怎么可能无条件呢 肯定得是有条件的呀 所以说啊 如果这一方提出来一个条件呢 又预见到对方不可能答应 那么提出来这个条件呢 他就是没有诚意的 同时呢 还澄清了一个问题啊 就是之前的时候呢 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 就是这个哈马斯啊 到底是绑架了多少个人质啊 那么现在以色列就说呢 是212个 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呢 哈马斯已经放了两个美国的人质 我看到有这个报道说啊 那两个美国的人质呢 是在卡塔尔的斡旋之下啊 那么这件事就说明了 这卡塔尔呢 和以色列啊 和这个美国都是能说上话的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卡塔尔和以色列啊 他们的关系正常化啊 是最近刚刚实现的 那么在这个川普啊 他那个女婿啊 也是一个犹太人 在他当初的斡旋之下呢 曾经有这个阿联酋啊 还有巴黎呢 都和以色列实现了 关系的正常化 那么最近呢 沙特呢 竟然也和这以色列 在谈这个关系正常化啊 我就说了 如果说这一系列的 让这个中东的这些国家呢 和以色列纷纷的正常化的话呢 那等于说 就孤立了巴勒斯坦 那么巴勒斯坦的感觉啊 就等于和这个俄罗斯一样了 就相当于呢 在中东建立一个小北约 是一回事 那么他能够孤立这个巴勒斯坦 将来如果以色列 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进一步的发展的话 那么这个伊朗 也有可能被孤立啊 那么中东的小北约 就实现了呀 所以呢 哈马斯这一次 就主动进攻 以攻为首 来发动了这一次的 这个军事行动 也就是这一次的 这个新一轮的巴以冲突 同时啊 也证明了 以色列啊 这个地面进攻 他还是尽量不打的 关于他到底 会不会打这个地面战呢 这一点一直都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 那么最近呢 老友在不同的场合呢 总有记者呀 来问美国的官员 到底美国有没有阻止 以色列来发动这个地面进攻 我们就看到这个布林凯啊 亡顾左右而言 他根本就不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呀 使得媒体和专家呢 一片猜测 好 这是关于巴以冲突的一个最新的补充啊 第二个消息呢 就来自于俄罗斯啊 那么根据俄罗斯卫星社的报道呢 说根据美国能源部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啊 说美国在内达华州的一个 曾经进行过核武器试验的试验场 进行了地下试验 这个报告说呢 内华达国家安全试验场的一个小组 在该设施进行了一次地下的化学爆炸 以提高美国探测全球低当量核爆炸的能力 那么俄罗斯一方对这些事是如何回应的呢 俄罗斯认为啊 这就是美国对于俄罗斯国家杜马呀 在对这个全面禁止和试验条约进行审核的时候呢 一读呢就通过了撤回批准这个条约啊 那么美国所进行的地下的核试验呢 就是对俄罗斯的这件事的一个回应 下一个新闻呢就和中国有关了啊 是路透社报道 路透社说呢 说芬兰的外交部啊 就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 波罗的海连接器和芬兰与爱沙尼亚之间 通信电缆的受损情况 通过外交渠道 与俄罗斯和中国取得联系 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了问题的严重性 并且开展调查 那么爱沙尼亚的媒体呢 叫邮报也报道说 他说呢 据海洋分析网站的消息显示 天然气管道事故发生了当天 附近有五艘船只 但是呢悬挂着香港区旗 隶属于中国的牛牛北极熊号的集装相传 距离这个管道呢 是最近的 那么现在呢 芬兰正式的联系了中国 希望呢 中国配合调查 很显然呢 他们是怀疑 中国的这个集装相传 对他们的这个管道呢 以及他们的这个地下通讯网络造成了破坏 这事呢 是真有真凭实据吗 还是说想栽赃陷害啊 我认为呢 是偏向以后者 中国绝对不会啊 到那个地区来搞这种事 尤其是中国经过那个地方的船只呢 是一个集装箱的商船 那是不可能的 下一条新闻呢 是有关于中国南海的 还是菲律宾 菲律宾这段时间以来呢 总是在南海找事啊 从来呢 我没有停止啊 那么前一阵呢 我还跟大家说了哈 就是眼尖的军迷们就发现啊 菲律宾呢 它有一个规律 它在这一个月内啊 月初的时候和月中的时候呢 各会搞一些事儿出来啊 那么最近这两天呢 菲律宾又派出来了船只 试图想到仁爱礁 它那个破船那儿呢 却运送补给 那么这次中国呢 当然对自己的主权呢 是毫不含糊的 出动中国这边的船只呢 对它进行拦截 那么这次双方呢 还发生了这个碰擦 中国当时呢 就发布了一个声明 就说了这事儿 菲律宾呢 都干了什么啊 双方发生了船只的擦碰 责任呢 全在菲律宾一方 但是菲律宾现在呢 反咬一口啊 说责任呢 都在中国一方 那么根据啊 中国此前啊 中国海警在社交媒体上面 所发布的消息呢 是说菲律宾啊 不顾中方一再的劝阻和警告 执意的派出两艘运输船 和两艘海警船 擅自闯入中国南沙群岛 仁爱礁临近海域啊 中国海警指出说呢 飞方的船只 无视中方的严正警告 以不安全的方式 危险靠近我方船只 导致发生了擦碰 责任呢 完全是在飞方啊 那么菲律宾的通信社呢 就表示说啊 说西菲律宾海 也就是呢 菲律宾对南中国海的一个称呼啊 说全国特别工作小组 指责中国采取危险行动 拦截菲律宾 由那扎5月2号 导致了擦碰 但是呢 并没有通报说 菲律宾的船只呢 有什么样的损伤啊 我们大家呢 能够注意到啊 在处理南海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中国一直都是有这个海警船来处理的 以前我就是说过啊 杀猪烟用宰牛刀 有中国的海警船来处理呢 已经足够了 在中国的海警船的面前呢 菲律宾的一些船只啊 都是一些小山板一样的 那么这件事情呢 是发生在当地时间 星期日的早晨6点钟啊 大清早就发生了 他们可能是想趁着夜色萌萌的时候 去向他那个破船运送补给啊 他们一直想运送一些这个建筑材料 想混凝土之类的 就想永久性的把那个破船呢 给他固定在那里啊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逞 那么这一次呢 也不例外啊 本想着夜色萌萌的情况下呢 偷偷的去运送补给 没想到啊 也是被中国的海警船给挡在外面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好消息了啊 这个好消息呢 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 澳大利亚呢 新的政府上台以后呢 慢慢呢 就在扭转啊 他们对中国的这个态度 今天呢 又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上一届政府的时候呢 不是对中国和澳大利亚 所签署的那些一带一路的项目呢 进行审查嘛 其中呢 关于达尔文港的99年的这个项目呢 澳大利亚的政府公布说呀 审查已经完毕啊 说没有发现这个项目呢 会对澳大利亚的安全 产生什么样的威胁 所以呢 公布说 不会取消 达尔文港99年的这个协议 这个事啊 说是一个好事 实际上呢 就本来就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嘛 本来就不会威胁到他们嘛 这都是在美国的鼓动之下啊 澳大利亚上一届政府啊 没事找事的对吧 完全都看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啊 想干嘛了 你要是想好好的和中国啊 正常的相处的话呢 那这个就肯定是没事啊 那你要找茬的话 欲知之罪何患无辞啊 对吧 你总能是加上一个说辞嘛 那么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是来自于中国和俄罗斯合作的啊 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 在一带一路论团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会场 这就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庞大的能源商务团队 在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啊 和中国的能源商务团队呢 进行一个讨论会 那么这个讨论会呢 现在已经结束了啊 说是参加这个讨论会的呢 有500多人啊 这个报道不是很明确啊 是一方500多人 还是一共500多人 我目测了一下 那个会场啊 可能是一共500多人 有500多人参加 那么这个讨论会呢 进行了两天多的时间啊 硕果累累啊 说是双方签署了 20多项的合作项目 俄罗斯方面呢 也特别的高兴啊 就邀请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呢 去参加他们将会在圣彼得堡 所召开的国际经济论坛 下一个新闻是来自于 这个环球时报的 据环球时报报道啊 说中国税务部门近期依法 对富士康集团 在广东江苏等地的重点企业 进行税务集查 资源资源部门呢 对富士康在河南湖北等地的 重点企业用地情况呢 也进行现场的调查 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 富士康的母公司啊 红海集团在昨天下午呢 也做了回应 他们表示说呢 合法合规啊 是红海在全球各地的 一个基本原则 集团呢表示会积极的配合 中国相关方面的作业办理啊 他这个意思呢 好像就是说 这些都是一些程序性的东西啊 但是呢 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呢 就在煽风叠火了 说中国大陆呢 这就是因为什么 郭台铭啊 宣布啊 独立参选之后呢 他的一些个言行啊 中国大陆方面呢 比较不满 所以呢 用这样的一个行动 来压这个郭台铭 另外呢 中国啊 现在对美国也有一个大的举动啊 中国的商务部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呢 发了一个公告啊 这个公告的题目呢 是商务部海关总署 关于优化调整石墨物像临时出口管制措施的一个公告啊 他的内容呢 是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啊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经国务院批准决定 对商务部国家国防科工委海关总署 公告2006年第50号决定对石墨类相关制品实施临时出口管制措施中所列的物像范围进行优化调整 对部分的物像实施出口管制啊 那么石墨呢 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原材料啊 在高科技领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不仅仅是常见的什么电池啊 太阳能板啊 还有一些军事设备 比如说火箭啊 导弹啊 都离不开石墨的应用啊 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物资啊 那么我们还记得呢 前一阵子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加合者限制了出口 那么造成了美国嗷嗷直角啊 现在又对这个石墨进行了限制 美国的反应呢 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全球探明的石墨资源的储量呢 大约是3.2亿吨 但是呢 2020年全球石墨产量呢 只有110万吨啊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墨生产国和出口国 占据了全球石墨市场近70%的份额 那么根据商务部的这一次的管制措施呢 高纯度的高强度的和高密度的人造石墨材料及其制品 以及天然鳞片石墨制品将被纳入两用物向出口管制清潭 这个举措呢 目的就在于防止这些敏感的石墨产品被用于非和平的目的 美国会这样说 中国不会吗 对不对 中国也是一样的 那么石墨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呢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啊 说石墨呀 作为一种重要的材料 在现代军事装备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啊 它的轻量化的特性 高强度 以及良好的耐腐蚀性能 使得它成为军事领域的首选之一 不仅如此 石墨还具有优秀的导热性能和抗高温特性 这使得它在面对极端环境的时候 能够保持结构完整性和稳定性啊 石墨材料的应用范围广泛 已经渗透到了现代军火的各个领域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电池啊 我们都知道呢 电池最重要的一点难以克服呢 就是呢 不抗热 这电池一热呢 就经常会自燃 对吧 所以这石墨呢 就是一个好东西了 那么我看到呢 有的文章介绍啊 说它有多重要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福特级航母上的应用了 为了降低重量和维护成本 提高耐久性和防腐蚀性啊 美国海军就采用了大量的石墨基复合材料 这种材料呢 不仅能够减轻航母的重量分担 还能够增强其结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啊 确保舰艇在恶势的环境下的长期使用 那么除了航母以外呢 未来军事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石墨材料 激光拦截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 是当前美军研制的两种主流科技啊 而他们呢都大量的依赖于石墨材料 激光武器使用了大量的石墨基陶瓷 以提高激光束的质量和稳定性 同时呢降低散热和变形问题 高超音速导弹呢 则采用了石墨基的复合材料 以承受极高的温度和压力 保持结构完整性和气动性能 所以说呢 你看这石墨对美国是多么的重要啊 还不慌如此呢 除了这些尖端的武器啊 现代军事装备当中的很多的武器和装甲 也面临着轻量化的需求 战机啊 军舰啊 坦克装甲车啊 以及一些火炮啊 还有单兵装备啊 他们都需要追求轻变化和灵活性啊 石墨的质量轻强度高的特点 使得它在未来的武器装备的轻量化的趋势中呢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可以减轻装备的负担 还能够提供足够的强度和耐久性 在战场上确保士兵的安全啊 这个呢 我们用脚丫子都能够想明白啊 那么士兵在前线的时候呢 他需要负荷很多东西啊 那么这些东西啊 重量轻就很重要了 那你要轻容易坏也不行啊 所以呢 它的强度耐久性这些也很重要 那么石墨呢 是同时具备这些特性 所以石墨有多么的重要 可想而知 中国这一次的出手呢 一定能达到美国的七寸 好 我这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